美国警察执行师除了要提防暴徒还得小心动物入侵 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一名副警长执行回来的时候 发现巡逻车被两只猪如山羊给攻占 其中一只还啃起了文件来 副警长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山羊给赶走 不过山羊离开的时候文件也被他给叼走了 一只猪如山羊悠哉的在车顶上踏步 一下子车头看看一会儿车尾秀秀 好不悠哉 但这里可不是可爱动物区的观光列车 而是美国阿拉巴马州麦迪逊的警车 这名副警长下车发送文件给民众 回到巡逻车却经见两只毛茸茸的不速之客 副警长用语言驱赶 但黑山羊不为所动 继续在驾驶座上找乐子 还啃起文件来 眼见山羊对警告充耳不闻 继续以屁股示人 副警长决定绕到另一边 从副驾驶座把山羊驱逐出境 山羊逃跑时 嘴上还叼着美味的文件 副警长说 因为以前曾遭狗攻击 没关车门是为了方便逃跑 其实山羊妨碍公务 早就前科累累 关门怕狗追 不关门又怕文件被杨啃 只能说美国警察大人难为 不过山羊当碎纸机的效果不错 应该没有各自外泄的疑虑 无恋者兵 尽兴 门 声 门